好,下面我们紧接地来讲解Lesson 48 48课 Did you want to tell me something? 你是不是要告诉我什么东西呢? 好,首先呢,我们还是来直接听 OK,这个文章其实蛮简单,但是也挺有趣的 好,现在时间我们来把这个词组来捕捉一下 我们再听一次 OK,你都听懂了吗? 都有捕捉到吗? 好,那下面的时间我们来一起分享一下这篇课文 但知识点呢,相对来说比较少 Dentists always ask questions when it is impossible for you to answer 好,这个牙医总是在,往往是在你无法回答问题的时候 他问你问题,对不对? 第一句话呢,有一个词组 When it is impossible for you to answer 小句型,对我们来说无法做成一个事情 这个it is impossible 这个it其实指的就是to answer is impossible for you 所以这个it其实是作为一个形式主义 之前我已经强烈过很多次了 it出现的时候,往往指的是有形式 形式主义,形式避余比较多 有的时候无法指代上下文的话呢 很有可能指代的是本个句子中某一个部分 好,my dentist had just pulled out one of my teeth and had told me to rest for a while 他刚刚拔了我的一颗牙,对吧 然后告诉我,稍微的休息一会 首先呢,我们来学习一下 第一个就是dence impossible的一个拓展 那我们有的时候在口语中经常会说 那怎么可能,对不对? 那怎么可能,how is it possible? right? how is it possible? 这就是那是怎么可能 当然在美句中大家也会经常听到 how can it be? how can it be? 注意,其实这个句子是一种省略 其实它意思指的是 how can it be possible? how can it be possible? 意思是一样的 其实跟上面一个句子 how is it possible?意思是一样的 那其实呢,nothing is impossible 很多人都会说了,对吧 万事皆有可能 nothing is impossible 这个在美句中也是可以看到的 很多时候我们上一课 在之前的课文中给大家讲过一个词组 叫做picks might fly,还记得吗? 猪也有可能会飞,奇迹也有可能会发生 所以nothing is impossible everything is possible right? impossible有一个非常相似的单词 叫impossible 最impassable 是指无法通行的 这个词我之前好像提到过 无法通行的 好,好 一文中我们再看一下 dentist 这个牙医不讲了 I just pulled out one of my teeth pull out这个词组 pull out 意思呢,还是很多的 除了最原始的含义 把它给拔出来以外 它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含义 表示的是 退出什么什么东西 大家以后在阅读的时候 如果发现 它不能表示拔出 还可以表示一种 撤出退出 包括军队退出 撤出一个地区 都用pull out这个词组 所以呢,了解一下 这个单词除了表示拔出 还有退出撤出的意思 就可以了 and told me had told me to rest for a while to rest 这里使用了单词 rest的一个动词 以前我们给大家讲过 take a rest 是一个rest的使用名词 rest也可以作为动词 包括我们前面学的这根词 take a short rest every two hours 每两个小时呢 稍微休息一下 take short short rests 对吧 take a rest take a rest 休息一下 for a while 没什么要讲的了 好,下面的时间 我们继续来看哈 这个牙医 总是会有这样一个特性 那么下面这个故事 肯定是跟这个 没法回答有关系 对不对 我们来看一下第二句 I tried to say something but my mouth was full of cotton wools 好,我呢 那你试图哈要说点什么东西 but my mouth 但是我的嘴巴 was full of was full of cotton wools 都是这个羊棉球 对吧 都是这个呃 我们的 cotton就是我们的棉花 wool呢 是那个羊 羊 就是羊毛 是吧 wool 所以其实就是我们的这个羊 这个羊 这个羊 这个羊棉球 其实就是个棉球吧 he knew I collected matchboxes and asked me whether my collection was growing 他知道我在干嘛呢 他知道我在这个专门是基这个matchbox 大家很多人可能不太知道 什么叫做matchbox match这个词啊 他有一个有一个意思呢 指的是火柴 火柴叫match 大家以前学过一个叫做match girl 卖火柴的小小女孩是吧 好我们来看一下啊 matchbox就是火柴盒的意思 好然后呢他又问我我的这个collection 就是就是我不是喜欢呢 基这个火柴盒吗 那我这个collection 我这个种收收集有没有变多啊 was growing有没有变多啊 好我们看一下第一个词组 第一个呢首先be full of 没什么要讲的 cotton war稍微说一下 cotton是表示棉花的意思 war呢是羊毛的意思 其实这是一个啊 这个cotton war呢 是医生专门用的那种 把它翻译成了这种 叫做脱脂棉啊 脱脂棉其实就是一个医药用品了 注意一下 它是医生用的叫做cotton war 我们记住它是一个医药用品 就可以了叫做脱脂棉的意思 这个单词呢 它还不可数cotton war啊 刚才讲过这个棉的 我们买衣服的时候 经常会说买这个棉的就是cotton 所以a cotton shirt 就是指一个棉的这个衬衫 a cotton shirt 棉衬衫 所以单词cotton 希望大家记住 war是羊毛的 现在还有一种羊毛衫 你可以说 wool shirt 对吧 羊毛的这种衬衣 好我们继续看一下 好吧 有没有羊毛的衬衣 我都不知道了 因为羊毛衫该怎么翻译 有专业的说法吗 sweather 对叫sweather 羊毛衫叫sweather sweather sweather 羊毛衫的意思 好 collect matchbox 我们可以说是 我们语言中有的说说 collect stamps 一般我们集什么东西 集的比较多 一般 collect stamps 就是集邮票 还有集这种比较老的钱 可能集硬币 collect coins 都有这种习惯 那如果我们要说一个名词制度 有人中使用的 但这个动词制度 collect matchboxes 或者collect stamps 都是名词制度 而都是动词制度 如果我们要说名词 集邮 我们就说成 stamps collecting stamps collecting 如果我们说集对火柴盒 我们说 match boxes collecting 我们要把单词collecting 变成RNG形式的名词形式 所以我们说 stamps collecting or matchboxes collecting 记住了 好 第二个就是我们的match 我前面讲过可以表示火柴 所以我们的match girl 就是卖火柴的小女孩 大家应该看过这个故事 match girl 就是这么直接翻译的 第二个 collect可以表示收集 还有一种意思 表示的是募捐的意思 所以我们可以说 collect money for 为什么什么怎么募捐钱 collect money for 其实意思等于 raise for something raise就已经表示募集 筹集的意思了 raise for something 比如说 raise for charity 为一个慈善事业募捐 raise for a charity raise for charity 就是说charity 其他的没有什么要讲的 注意一下ask me whether 后面是个兵语丛句 对吧 OK 我们继续 he then asked me how my brother was and whether I liked my new job in London 好他然后又问我 说我的这个兄弟怎么样 对吧 然后呢又问我 喜不喜欢我 我这个工作怎么样 我在仁德的这个工作怎么样 注意一下这个句子 我使用了一个下滑线 underlined 为什么呢 因为ask somebody 后面都是编语丛句 这个是两个编语丛句 看不见 一个是how my brother was 一个是whether I liked my new job 在这两个句子中一定要注意的是 你看第一个how my brother was 并没有使用how was my brother 并与松句应该使用陈述句语续 所以这是第一个点 没有任何的生词 in answer to these questions 注意in answer to 作为对什么什么的回应 以前我们学过in response to in return for something 对吧 这几个字很相似 in response to 对什么做出反应的意思 好 I either nodded or make strange noises 好 这个有个词 叫做either or 要么要么的意思 我要么是点头 要么是做出一些很奇怪的声音出来 你看 这个nod是点头 我们是give somebody a nod 给某人点一个头 其实点头呢 一般表示的是agree 表示同意的意思 当然有一些国家的文化 点头其实表示不赞同 大部分的情况下 nod都是表示同意的意思 相当于agree 第二呢 我想给大家讲的就是 我们前面说过hear a strange noise 听到一个非常奇怪的声音 听他们说make strange noises 大家会发现这个noise可以加s 这是一个比较奇特的地方 那很多人可能会不会加s 其实他可以加s 所以你说 听到一个很奇怪的声音 叫hear a strange noise 那你自己做出很多奇怪的声音 叫make strange noises 看到没有 好的 那这个讲解呢 基本上没有 这个主要是了解一下 并且所记得成数据以序 第二个对于词组 in answer to的一个用法 in answer to 作为对什么什么的一个回应 相当于in response to 意思是一样的 第二个就是对于词组 either or 要么要么的意思 好吧 然后not点头 make strange noises hear a strange noise 就这词组记住就可以了 meanwhile 在以前的课文中 就给大家讲过 meanwhile 可以使用in the meantime 大家记得吧 in the meantime 所以你也可以使用 in the meantime 相当于 meanwhile 当然你也可以使用 at the same time 与此同时的意思 at the same time 也是ok的 不过像in the meantime 和meanwhile 要比at the same time 更加的这个书面化一点 my tongue was busy searching out the hole where the tooth had been 我的这个舌头 这个tongue 还记得吧 my tongue language 我的母语 就是你的舌头 tongue 是你的舌头的意思 be busy doing something 大家应该是知道的 我就不讲了 searching out the hole 就是searching out 就是寻找出的意思 out就是出来 soy search out 就是寻找出来 the hole where the tooth had been 其实这个感觉 是很正常的 就是你的牙 如果被拔掉的话 你的舌头 尽量会去找那个洞 尽量会找那个洞 其实有的时候 我们有的时候 也会有这种感觉 反正我们的 这是一种习惯 但也会有这种感觉吗 好 我们看一下单词searching out 比如寻找出的意思 查找出的意思 叫searching out 我们这样给大家 简解一下单词searching 这个单词的用法 有的时候你会说 I'm searching for a boy 就是I'm searching for a boy 这是什么意思呢 我正在找一个小男孩 也就是说 你会发现searching for 意思指的是 寻找那个东西 它的用法就等于 looking for 所以I'm looking for a boy 我在寻找一个孩子 意思是一样的 但是下一次 你就说 I'm searching a boy 如果没有这个for 就是直接说searching somebody 意思就变了 你比如说 I'm searching a boy 意思指的是 就是我正在搜一个小男孩的身 我在搜他的身 知道吗 那可能是他偷偷东西 或者怎么样 我在搜他的身 所以 I'm searching a boy 和I'm searching for a boy 的区别 你搞懂了吗 第二个 I'm searching a place 比如说 I'm searching a house 意思跟searching somebody 意思是一样的 都是表示搜他的意思 所以I'm searching a place 意思指的是 我就搜那个地方 比如说I'm searching a house 我正在搜这个房子 跟你I'm searching for a house 意思就不一样了 注意一下for是表示找 search 单独使用的时候 是表示搜的意思 好 那下次我们说 如果我们寻求什么东西 我们也可以说 be in search of something be in search of something 意思是一样的 好 下面再给大家教一个小词组 叫search me 记住 search me意思指的是 how do I know search me how do I know 意思指的是什么呢 我怎么会知道 你先讲个东西 然后说 我怎么会知道 how do I know how do I know how do I know 我怎么会知道 这个用法 就是你不要觉得不可思议 上一次我在 24 hours 在24小时里面 看了一个句子 一个是 you're wasting your breath 你在白沸口舌的意思 我在之前的课文中 给大家分享过 一模一样 还有一次 我看到一个是 一个总统 一个Mr.President 他讲完之后说 honest 意思指的是 真的 就是表示 对前面讲的话 真的 这个我们之前的课文中 给大家讲过的 so search me how do I know 说不定下一次 在美语中也会看到 search me 意思等于 我怎么会知道 ok I certainly felt very worried 我突然间会感 突然间感觉到 非常的单一 我为什么呢 but could not say anything 但是我什么里没说出来 没法说 棉球还在嘴上 好 我们看一下这个问题 肯定是有问题的了 我们看是什么问题 when the dentist at last remove the cotton wool from my mouth 最终呢 这个医生 把这个棉球 给拿掉的时候 I was able to tell him that he had pulled out the wrong tooth 好 你看他非常的生气 对吧 最后一个图片 看到没有 这里面有一个词 叫remove remove a from b 将a 从b中移除 就remove a from b 意思等于take away 就是remove在阅读中 或者在听读中 往往会适用 同一次词组 take away take away 是拿走的意思 是take away 什么东西from 一个地方 而remove的名词 也长得非常奇怪 叫removeal 我觉得大家有必要知道 所以我 给大家补充了一下 第二呢 就是破这个单词 破被他拉的意思 对吧 破了 前面讲过拔出的意思 我们再给大家讲解几个短语 跟这个有关系的 大家看一下原文中 at last 往往指的是 有一种情感 经过一番曲折 怎么怎么样 所以你会发现 他往往不会 在这个时候 不会使用 finally in the end 做表的方式 因为at last 是有一种情感的 相当于 往往指的是一种波折 经过波折 最终怎么怎么样 第二个 I was able to do something 表示有能力做模式 相对于之前来说的话 他没法怎么怎么样 现在是可以了 因为 把他给拿掉了 are you pulling my leg 我相信很多同学 见过这个句子 或许还有很多同学 没有见过这个句子 不过现在都应该学会了 are you pulling my leg 意思指的是 你在拖我后腿吗 讲错了 你在拖我后腿 这个表面的意思是 你在拖我后腿吗 这个是不对的 这个翻译 这个意思指的是 are you kidding me 你在开我玩笑吗 记住 are you pulling my leg 意思指的是 你在开我玩笑吗 记住 他表面意思 看起来 其实是拖我后腿 但是他不是那个意思 第二个的在口语中 我们经常会说 pull yourself together pull yourself together 什么意思 振作起来的意思 如果你看一个人 when someone feels down 让一个人感觉到 他自己情绪低落的时候 你可以说 pull yourself together 不要颓废了 请振作起来的意思 他意思是 chear up chear up 就是表示振作起来的意思 这个句子频率非常高 你可以在每句中找到 他的这个句子 最近有很多 我也给老师写了 一个感慨 说老师 我发现你教的这些句子 我在每句中 能看到了大量的这种句子 我跟你讲过了 这都是选自于 一些高频的短句 你必须要具备的 下一次你在看的时候 你一定会找到 更多的共鸣 pull yourself together 振作起来 好 下面一个 pull a gun or a knife on somebody 什么意思呢 这个句子可能 它一个场景 还是很常见的 就是你拿着枪指着人 或者说你拿着一个刀 指着一个人 这个意思就是指 拿枪或者拿刀 指着一个人 其实就pull a gun or a knife on somebody 这个我觉得 作为了解吧 下面还有一个 pull表示一种 还可以表示 聚拢的意思 拉拢的意思 你比如说pull viewers 拉拢这个观众 pull voters 拉拢这个选民 所以它还有一个意思 比较拉拢 聚拢的意思 这是一个比较 可能很多都要 不知道的意思 所以顺便 顺便的讲解了一下 好的 这是我们这一章 给大家讲到的 所以我跟大家讲 这些点 现在的时候 还是比较少的 好 下面时间 我们直接来听 lesson 48 Did you want to tell me something first listen and then answer the question Why did the writer become very worried Dentists always ask questions when it is impossible for you to answer My dentist had just pulled out one of my teeth and had told me to rest for a while I tried to say something but my mouth was full of cotton wool He knew I collected matchboxes and asked me whether my collection was growing He then asked me how my brother was and whether I liked my new job in London In answer to these questions I either nodded or made strange noises Meanwhile my tongue was busy searching out the hole where the tooth had been I suddenly felt very worried but could not say anything when the dentist at last removed the cotton wool from my mouth I was able to tell him that he had pulled out the wrong tooth Okay today are you on the way to lesson 48 Did you want to tell me something first listen and then answer the question Why did the writer become very worried Dentists always ask questions when it is impossible for you to answer My dentist had just pulled out one of my teeth and had told me to rest for a while I tried to say something but my mouth was full of cotton wool He knew I collected matchboxes and asked me whether my collection was growing He then asked me how my brother was and whether I liked my new job in London In answer to these questions I either nodded or made strange noises Meanwhile He removed the cotton wool from my mouth I was able to tell him that he had pulled out the wrong tooth Okay 如果是你的牙医 把你的牙齿 给拔错的话 你会怎么样 是吧 我觉得这就是 个医疗事故了的 好 那今天我们的客人 就先讲到这里 大家好好的消化一下吧 下一讲再见